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若 我们欣赏续吃了一个里面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是不是那么饭 那名字叫尤其子 日文在那裡是UKIKO UKIKO的UKIKO是在上學 我出生在那邊下了大學 所以就我媽媽要去UKIKO 那游光姐就是 講過她跟我說 在轉音樂好像還不是很熟悉的名字 所以請各位早輩看電影之前 用我的話簡單的介紹一下在轉音樂室所 在轉音樂室是從日本來的詞彙 但比較接近的中文是居家的音樂 來自日本群馬縣的五十蘭幼稽子 在台大就讀城鄉所博士班 在參訪樂生療養院的行程時 認識了當時就讀醫學院 在樂生療養院擔任導覽志工的于尚如 原本擔任安寧病房醫師的于尚如 面對許多病人無法在家善終的瓶頸 夫妻倆決定前往日本進修 將日本推行多年的在宅醫療 與臨終照護體系帶回台灣 2017年12月 成立台灣第一家以在宅醫療為運作核心的獨覽診所 我來台灣是2005年走院 我認識我先生是2005年10月底 那時候因為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很盛行 那我們城商所的學弟妹啊老師啊 當時很積極地參與這個保留運動 因為我們就有 有些同學是建築背景的 對那有些對叫人文都是有興趣的 那我們的學弟妹就邀請我 因為我們有去參加樂生的活動 要不要一起去 那我當時是醫學院的學生 然後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到院民住的地方去跟他們聊天 幫他們寫故事 因為醫學系的比較不會跟人家打架 來 社會運動能力很 指數很低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後來我們就是 今天逛逛到來 所以像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幫他們到來 我發現奇怪這個消息好像聽不懂 所以就去跟他搭訕 所以我都跟人家說 我們是搭訕認識是真的 而且還跟他要電話 我們就是在蓬萊社舉辦這個 就請客 就請當時的朋友 大家一起吃飯 就是那一個房間 我幫他翻譯一次 他幫我翻譯一輩子 為了支持先生推動在宅醫療的計劃 50藍幼稽子 更是馬不停停地走訪教會 社區 公廟 以及協會 辦理歌唱聯誼 意賣活動 電影欣賞等活動 向大家介紹在家醫療的服務 美琳也會舉辦督攬診所祭 鼓勵長者走近人群 也和社會串聯更親密的互助網絡 我聽說以前台灣的醫生 小正的醫生會叫翁靜 翁靜跟在這裡有不一樣的是 以前台灣的醫生翁靜一次 病人在家醫生病很需要醫生來看 醫生來看治療 先開療 在這裡有很多東西是師男或是師子的前輩 所以除了緊急狀況的時候 去看電車車外運行的模式 會看每一個長輩的狀況 也在一起的醫療是 有需要同輩 有需要護理師 還有護理治療師 真的治療師 營養師 還有藥師 對 就大家在一起合作 才可以完整的照顧給民衛長輩 那麼薰匯醫療好像就是到 這個外面去百夜市一樣 那我們會在薰匯醫療的前後 也會到家裡去做探訪 所以我們也提供居家藥的服務 那麼這幾年 因為台灣在發展遠距照護 所以我們診所也是政府 很重要的一個 試驗的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這邊是台灣第一個 在醫療院所以外 我們透過遠距的方式 我們可以跟台大長根高醫 等等各種醫學中心的醫師 甚至是專科醫院的 復健科醫師來做遠距的會診 幼年多的耕耘 醫師娘五十來幼季子 充分感受到 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在宅醫療是一種 整體力量的營造 串聯社區網絡 讓更多人受到感動 投入參與在宅醫療 互助共生 2021年4月 對 因為我們診所在督廊 除了看門診 這邊有 這是我們的好消息 是我們診所的看護 有三個點是巡迴醫療 除了門診巡迴醫療之外 還有做居家醫療 在者醫療 居家醫療是 長輩 或者是有身性障礙的 不能出門 肉依不方便的 我們的醫師 護理師 我們要 對對對 到宅的服務 就像是小行政和醫院 督廊診所的巡迴醫療 在這六年多來 累積豐富的院外看診經驗 也陪伴許多長輩 養成定期就診的健康習慣 慢慢地建構出 在宅醫療 在地安老 共生互助的多元醫療樣貌 記得那一次去檢查 吃一碗麵 好開心 那一次就 就是給我們一個啟發 原來對住在 比較偏遠地區的 獨居的長輩來說 出去一趟市區 很難得 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只是吃一碗麵 可是幾個老年家 就一起吃也很開心 那這些小小的需求 我們本來不知道 我們以為是 就是很好的醫療器材 很好的藥 才是服務 就是對長輩是最好的 然後我們漸漸地發現 其實長輩藥的東西 不見的是最高等級的醫藥 對 他們更需要比較簡單的陪伴 一起吃飯 聊聊天 或是出去一趟 少旅行 這幾年來 跟著尋回醫療 幾乎跑遍了台東的各部落 武士蘭又寄子發現 除了獨居老人以外 部落裡很多因為父母 忙於工作或是隔代教養的孩子 也需要關注與協助 這是我最近這幾個月 除了在診所當志工之外 我其實最花最多時間的是 我們兩個孩子參加的足球隊 但是這個暑假就是剛好有機會 我會三個禮拜的時間 比較密集地跟球隊的孩子 接觸 然後更了解這些孩子的需求 我也會去看他們練球的情形 那慢慢地認識一個一個孩子 原來我認識的是我的孩子 現在二兒子他是六年級 就是他的同學 那有一些孩子是 就是台灣的定義中的弱勢家庭的孩子 那知道需要幫忙 那孩子也跟我提 媽媽可不可以幫忙 所以我們學著暑假 還沒有到暑假之前 也有做果醬 義脈之類的 然後就籌一些學費 就填補他的欠缺的部費 五十嵐幼季子也發現 這群孩子在球隊裡 找到歸屬感以及成就感 看到這群孩子燦爛的笑容 充滿自信的眼神 五十嵐幼季子到處奔走 於台東的學校 請校長同意成立足球校隊 透過這幾年來所建立的社區網絡連結 五十嵐幼季子也和部落教會 產生良好的互動 除了協助督爛診所 照看獨居老人平日的狀況 教會也協助部落裡的孩子 學習及照顧 也讓五十嵐幼季子相當感動 一月一號那個連假放完 然後我就在路邊就碰到孩子說 牧師我們可不可以去教會寫作業 我就突然覺得 好啊 我們那個教室的木頭地板好了 那你們就可以進來寫作業 寫呢 寫不到三十分鐘 牧師我們餓了 然後我就開始去廚房煮晚餐 這裡很多孩子其實放學 家裡是沒有人在的 有可能父母去酗酒 有可能父母還在農忙 有可能父母在別的地方工作 就是隔代教養的家庭 那有的家長的態度就是 你就去誰誰誰家吃 就是以前那種部落的感覺 反正去到處吃 然後總會有人讓你吃飽 這種概念 我們那時候只是覺得有點心疼 對 就是覺得說 孩子有三餐吃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嘛 五十嵐幼季子開始與教會合作 在教會裡開辦課業輔導班 屬集才藝營隊等課程 確保孩子們每天都能吃飽 寫完功課後再回家 對 其實我們關心的 可能是同一個家庭 可是是從不同面向 他們從醫療的面向處理身體 我們是從孩子心理的面向 他需要關懷 他需要陪伴 他需要有人指導他 一些課業或是什麼的 我們發現 都蘭診所跟都心教會 可以做更好的合作 因為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可是一起在愛這個社區的孩子 一起在愛都蘭的孩子 都蘭的家庭 然後都蘭的老人 就是讓這裡變成更是一個 很適合居住的地方 就是人家說什麼 少有所養 少有所養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雙方都看到 彼此想要堅持的那個點 然後為了那個點 其實這個辛苦 是覺得可以忍受的 對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在這兩三年 其實關係是越來越好 然後合作狀況 也是越來越好的原因 我眼中的醫師娘是 有一次看到那個公視的 誰來晚餐的那個節目 才知道說原來他是 醫師娘是台大博士 醫師娘不是就在家裡吹冷氣 然後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其實我們很少看到他打扮得很漂亮 他都是穿著T恤 牛仔褲 然後就是跟著醫師 然後尋回醫療 然後去看看各個老人家 然後就會很親切地去蹲下來 跟人家講話 不管他因為他是日本人過來 他眼界有兩個國家看到的不同的東西 或者是他的學識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造成他 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寬度跟廣度 跟包容度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們醫師娘真的很會觀察人的一個人 有時候那個很小的事情 他都會去注意 譬如說老人家 因為現在我們都很多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要戴口罩 如果那個口罩翻過來了 或者是歪掉了 他就會主動去幫老人家用 這樣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從醫師娘身上看到 他不會覺得那是小事 好像會不好意思去做 他就會主動去做 尤其是對私自的老人 他常常跟我說 其實都是一種學習 我們就是進入私自老人的世界 所以我們才懂得謙卑 他說每一件事情都是學習 我從醫師娘身上真的學到 日本女人的那種精神 當然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2005年來台灣 來台灣已經18年了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是來讀書 當時我非常喜歡台灣的女性 追求獨立自主 我也是來台灣學習女性主義 性別研究 當時我也希望 跟台灣的女性一樣獨立自主 到後來因為有緣來到台東 跟我先生兩個孩子 一起在這裡生活 那生活幾年之後 原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我 發現我們一家人 在全村最弱勢的家庭 那我也不會抓中華嚴禁蛇 我也不會割草 那我也不會種菜 那其實我們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 都是依賴我們的村民 我們的病人 我們的家屬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原本以為是 我們來服務的 我們會提供服務 但是我們漸漸地發現 其實是每天受到照顧的是 我們一家人 這個轉變讓我學習很多 未來我還不知道 我還可以為這個社區 這個村子可以做什麼 但是希望我可以找到 我能做的事情 那如果看見需求 居民的需求 我們跟我們的診所團隊 協會的志工 一起合作 一起想辦法 希望可以為社區做一些事情